嘿大家好,我是成浩 這一場比賽來玩個金娜 金娜這一次的改版也算是改得有聲有色 前期的輸出也算是非常高的 那這裡呢,金娜的一技呢 在前面換血的時候一定要打到對方的英雄 因為他那個曼陀族是會去鎖定英雄的 如果呢,就像佩娜的千山鳥飛爵一樣 丟出去的話呢,敵方英雄在小兵的附近也會被命中 所以呢,金娜的前期的換血呢 就是一定要使用一技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去盡量打到對方的英雄 因為就算他不在你的攻擊範圍內 還是可以藉由小兵去poke到他的 那這裡中路清完兵之後呢 趕快來下路看看有沒有什麼事情做 那對方是 中路指揮官 還有我們的凡恩 那那一隻 那叫什麼?突然忘了 但是我這裡直接一個閃線進去想說要壓制凡恩 結果已經先掛了 那還好我有對方納克過來了 我閃線已經沒了 但是對方納克這時候一個空打 整個就是救了我啊 那我本來是想逃走的 但是又看到 兄弟還在打我怎麼能跑啊 我直接就是 剛剛放生掉了那一隻 就是 我們的機器人喔 實在對他有點不好意思啊 因為其實剛剛三個人打的話 他應該是不會死的喔 那 就是 sorry bro 那 下路呢幹完事呢 我們趕快回中路 啊 盧蜜啊 那這法師叫盧蜜喔 突然想起來了 好有點太不專業了 sorry 那中路這裡呢 我們趕快先把自己的兵清掉 那 雖然我的血量只剩一半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喔 那對方的法師不見了 所以我趕快先打個信號燈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是往上還是往左 那我剛剛那個勇呢 直接就是射掉我的兵喔 欸不過因為他沒有在我的視頻放裡面內 所以他不會去跟我搶到兵的經驗以及錢啊 不過勇這一次的改版我覺得也是蠻屌的喔 就像如果你能預測好對方在搶魔龍的話 一鍵射過去 不但可以搶掉魔龍 說明還可以收到人頭呢 那我這裡 直接就是瞄準他們的脆皮帆跟直接開大了喔 那這裡呢 趕快的再看看能不能收掉他們的盧蜜啊 果然收掉了 但是 納克羅斯剛還在中路 所以我想他一定會隨時出現喔 果然喔 holy shit 出現了喔 那我這裡 又是三個 我們又是這個三兄弟啊 那 這一次 被他們的 納克羅斯躲掉了喔 前面一次呢 納克呢 是屬於我的 奪蜜曼陀珠之下 直接跟著他飛過去 打掉他喔 那這一次呢 只能說是 剛剛回去的時候 應該是有燒香啦 有拜拜一下啦 所以這一次才能活下來啊 那我中路的兵呢 又過來了 趕快先清一下農一下喔 法師需要的經濟也是很重要的喔 法師也是整體GDP 成長的主要的關鍵人物 那這裡 看到對方納克羅斯 一個古龍蛋師 我直接開閃現 然後膠大 壓制著他 直接把他給殺掉了 那這裡呢 OK 我就是爽啊 因為剛剛沒殺到他 這一次算是報仇了 那我的第一把 韓星拳杖已經出了 那這裡呢 兩隻射手 新手 新手 射手 互打 最後呢 也是沒有一個 呃 有啦 有一個結尾啦 就是兩隻都掛掉了 那對方的盧蜜啊 也死了 那下路還有一隻蝴蝶啊 而且中路呢 我們的艾里也在幫我清兵 所以我沒有急著要回中路喔 順便的搜刮一下下路的經驗以及金錢 那這時候看到我方的納克羅斯已經抓我們的勇了喔 因為 我們的是勇打野啊 我還是很少看到勇打野喔 不過既然他想要的話 有什麼不可以 就給他打囉 結果呢 當然是碰到納克羅斯一定會輸啊 他沒有任何逃脫技能 那這時候 對方的納克羅斯居然也把我們的忍者給弄掉了喔 那我這裡 再一顆 奪命曼陀珠 OK 又掛了喔 他一定覺得很憤慨啊 為什麼 為什麼又是被這隻老頭給收掉了喔 我跟你講 金娜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別的法師辦不到的喔 因為他這一顆曼陀珠也是有點殺傷力的喔 所以呢 很容易可以撿到尾啊 那這裡看到對方的奴蜜啊 我直接開啟大招 一個惡技還住他 加上我現在呢 是有韓星權杖的 所以他要跑呢 是非常的困難喔 那金娜在開啟大招之後呢 其實身上是會有一個加成的喔 防禦力上的加成 所以金娜算是一隻 呃 需要衝鋒陷陣的法師喔 因為他的大招 有點 有點危險啊 而且算是很 很容易死掉的法師喔 已經顛覆其他大家對法師的一些理念喔 法師就是應該像射手一樣躲在後面喔 但不是喔 金娜呢 他生命值也沒有給別人多喔 生命成長也沒有比較高 但是他卻要這樣 衝鋒陷陣啦 都 當和尚不知道當幾年喔 卻還要幹這種 藍領階級做的苦猜事啊 那這裡剛剛呢 血量級有點不足啊 所以趕快先回補一下 那我們的上塔被拔掉了 那對方的中塔呢 被拔掉 那我們現在的塔數算是2比1領先啦 但是 喔不對喔 sorry 我們是兩塔對兩塔啦 那中路這裡他們直接壓進來 那我看到上路的草叢這裡 好像有事情發生喔 直接一個大招進場 硬式的開下去喔 那我這裡呢 看到怨怨開大 果斷的交一個閃線先過牆喔 不要讓他打到我 那我慢慢的先 往我們的 砲台這裡靠 以防冤打到我的時候 塔可以幫我輸出 那他們現在 兩隻法師過來了 我現在想要先回程一下 就 機器人已經趕到了 加上我們的蛹 一併的收掉他們的法師啊 這一波呢 算是有驚無險喔 我剛剛那個 稍微的巧思就是 貼著牆腳閃線啦 因為 魚人呢 他剛剛已經跳過一次 所以 他沒辦法再越過那個牆來殺我 那 在會戰的時候 大家千萬要保持冷靜啦 你要 稍微注意一下 對方用了什麼招 用了什麼招 像剛剛魚人已經跳過 所以 我才能果斷的交出閃線 不然他再黏上來 這個閃線就是白交啊 而且人頭呢 也可能會送掉 這就是一點 會戰的小細節喔 然後這裡 中小路這裡 又要打會戰喔 這場比賽的會戰 真的是一直發生喔 一直發生 我也不知道是在發生什麼 JAR 就是很愛打會戰啊 那看到對方的克里希後排 直接切過去 切爆他喔 直接把他弄掛 結果我發現我被我們的 哼 我們的人跟我已經支開了 那 而且又很殘血啊 完全沒辦法打啊 我趕快先脫離險境喔 那這一波呢 我們的人都是血非常的慘啊 但是 是一個零換二 那 收掉對方的克里希 那 沒什麼事啊 還好無雙大雅 但是我覺得 其實推塔比較重要喔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一直硬要打會戰喔 其實我不太喜歡打會戰啊 因為 打會戰的話我一定要衝第一個啊 要為整個團隊出身入死喔 那 這裡呢 魔龍的爭搶已經出來了 我們呢 先是一個 二換一喔 啊 sorry 一換二 但是魔龍被搶走了 那中路 剛剛看到納克的身影 不過 嗯 金娜好處就是好在 他不像 其他的 呃 法師 就是 只要被納克啊 或是這種 悟空這種 直接 朝著你狼吞虎咽的傢伙追上 這些法師都是沒什麼抵抗能力的喔 但是 金娜可以馬上開啟大招 而且速度有加成 那這裡呢 對方是五隻 我們是四隻啊 其實我沒有想要打喔 但是他們直接壓進來啦 趕快先開啟大招 直接就是賣隊友了 不能打 這絕對不能打 就算過去指援也只是 下水餃的喔 那我們這勇絕對會被抓喔 因為他只有二招 二技是一個 牽制的 的技能啊 那我這裡呢 趕快補完鞋 就趕快出來看一下狀況喔 還好啊 這邊沒有說有一個 太大的損傷啊 但是 呃 敵人呢 也死掉一隻而已喔 我們這也是一個二換一 但 這一場會戰呢 實在是開的不太好喔 不過 沒關係啦 我們沒有說死掉很多人 那這裡剛好 抓到他們蝴蝶 趕快的抓掉喔 呃 通常基本上 如果你們會戰打贏 一定要去做一點事喔 比如說推塔啊 或是搶一些資源啦 但是 呃 這場比賽呢 我隊友好像不太喜歡做這些事情喔 那這裡感覺又要打會戰喔 我趕快先蹲個槽 然後看一下狀況 那躲開魚人的大招喔 剛剛呢 那魚人一定是瞄準著泳啊 因為我沒有現身嘛 所以我剛剛絕對不能走在泳旁邊 那我剛剛被納克抓到了 然後又被魚人繼續的夾擊 雖然開啟大招 但還是被納克逃走囉 呃 沒關係啦 那我這裡呢 稍微跟隊友講一下 說 比賽已經進行到12分鐘了 已經算是有點中後期喔 如果越到後期是越不好打喔 因為大家的金錢啊 還有 裝呢 都是滿的差不多 那 稍微跟隊友講一下 啊 趕快推塔啊 這推塔遊戲啊 不要在那邊繼續 獵人頭了 這不是什麼 誰殺人比較多誰就贏喔 你看 龍也沒強調啊 但是 因為畢竟我們的打野是勇嘛 那他又帶制裁 等於說他沒有閃現 幾乎是完全沒有位移可言喔 那他也沒有辦法去 有太多的控制技能 所以我覺得 勇還是乖乖對線就好 乖乖對線打團戰啊 不要說想要去這樣 哼 玩一些創新的玩法 這其實用有腦袋想應該也知道是 不太可能啊 如果你說凡恩的話 至少他有一點牽制技能嘛 還是可行的 那射手群裡面呢 我覺得最不能拿來打野 絕對是勇 勇絕對是不能 絕不能打野男人第一名 我說射手裡面啊 那緊打野的話也還算可以啊 但是如果打一腳的話 何必要讓這些脆皮去打野呢 就是 應該好好發育就好 那這裡直接看到對方後排一群人喔 我最喜歡看一群人的畫面喔 就是直接進場 然後二技 直接開下去壓制最後一個閃現 那你多吵離開這個戰場 打完 收工 我這個進場呢 連我自己啊 都是 自嘆不如啊 我想了 下一次如果 再會戰 要我再做出這種表現 應該是沒辦法喔 因為 剛剛會戰的時候 真的要稍微保持冷靜啊 你要稍微 知道自己要往哪邊走 這是會戰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 那剛剛已經 打到一個4殺了 但是 我是覺得可以贏啦 我已經 剛剛打出了勝利宣言啦 那發現 他們就復活了 不行不行不行 趕快撤趕快撤啊 那其實我剛剛覺得 應該是可以贏喔 因為對方只剩一隻納克 但 殊不知 我們的人呢 一一個被收掉 再加上最後這個退場 不夠即時啊 像剛那個退場 我是絕對不會去幫的喔 因為 絕對不能幫啊 如果幫的話 會倒大煤喔 會等於是在送人頭啊 所以我其實 剛剛有點搞不清楚狀況啊 因為 就是覺得已經要贏了啦 然後稍微有點不開心喔 覺得說 為什麼會打不贏 那就 凱撒又被吃了 當然 沒辦法 凱撒只能 沒錯 一定是會被吃掉啊 剛剛我們直接 三隻都掛掉了 那對我剛才跟我解釋 有扛啦 好吧 那我就 因為我剛才沒有把畫面拉過去看 也是我的不對啦 亂罵人就是不對啊 知道嗎 在 電腦前面螢幕的小朋友們 記得啊 不要隨便亂罵人 要搞得清楚 青紅照片 那我這裡 做一個錯誤囉 我剛剛其實有點太虛錢了 我剛剛那樣是錯的 如果呢 你是玩法師的人 千萬不要去想要自己當坦啦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啊 一時失神吧 可能是昨天喝酒喝太多 沒有辦法看一下 我不會喝酒啊 那這裡呢 剛剛我那個錯誤的決定 導致我們的輸出已經不在喔 那我這裡 欸 對方盧蜜亞在後面 我直接就是切過去啊 然後 再一個2技 緩住他 那這裡呢 我也又做一個錯誤的決定喔 我本來是想要一起殺掉這隻章魚啊 但是 我有點太自不量力啦 其實剛剛那樣是沒辦法打 我應該直接退掉 然後按撤退 因為章魚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攻擊力啊 再加上他們現在又有凱撒 所以我剛剛是稍微的 腦袋有點不清楚啊 呵 玩到後期了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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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醉宿醉的感覺啊 那如果看到 這一幕的人 千萬不要模仿啊 記得啊 下次 除非你是有很大的優勢喔 印象已經達到了17分鐘喔 大家幾乎都是滿裝了喔 所以剛剛真的 是我的錯啊 我不應該繼續待在那邊打 那下路這裡呢 他們的章魚啊 Taco直接被抓起來做生魚片了 直接4個人 一魚4吃 一隻章魚4個人吃啊 那這時候呢 因為他們只有一隻坦喔 我覺得 是絕對可以打的啊 那 他們其他人 如果我們真的硬衝進去 是守不住的喔 我們還有兩隻坦耶 我們有馬洛斯 又有機器人 這麼的坦啊 那但是 我們的勇 勇居然在上路做分推喔 然後這裡直接一個進場呢 是 被打爆了喔 呃 我剛剛真的覺得 其實就要贏喔 因為坦杯抓掉他們就沒細唱啦 但是 居然 呃 好吧 剛剛的勇可能是看到 反而在上路做分推啊 但是我覺得 剛剛那個狀況其實一起衝是比較好的喔 那這裡呢 直接被人家反打一波啊 魚人開啟大招 擋塔 那我的隊友呢 也是 發起投降喔 但是我覺得 怎麼可以投降呢 我怎麼可以投降 我剩一秒復活出來了喔 直接一個閃線進去 交大招 二技緩住他們 馬洛斯一跳 一個四連殺 哇 這四連殺 價值連城啊 就是爽快啊 就是開心啊 對方呢 此時呢 應該只剩下一隻凡恩在守塔喔 那但是 我的partner是馬洛斯啊 我們沒有AD 我這個法師打塔其實也不太痛喔 所以我沒有選擇一直往前衝 我選擇是 就是稍微一次把兵清一下 那艾里跟上 那有呢 也在不遠之處喔 那這裡 對方只剩一隻凡恩在守塔喔 只要我們衝他絕對是會退的啊 馬洛斯快衝啊 馬洛斯 你有聽到我的心聲嗎 啊不管啊 算了啊 自己衝啊 那隊友不衝我自己衝喔 法師當頭喔 脆皮當坦直接衝了喔 那你看 一定要有人衝他們才肯衝啊 好啦 最後結局也是好的啊 我們呢 順利的把 對方給擊敗了喔 稍微有點一波三折的勝利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囉 謝謝各位 掰